大家好,我是楊健興,Chris 《眾新聞》一停運後,今天在新的頻道 《新聞點評》和大家分析一下一些焦點新聞 我的樣子就不太吸引,也都不需要逼大家感受到我的感受 所以我的頻道的照片都是戴著口罩,暫時戴著口罩 現階段就只是出聲,製作上也都比較方便 都希望大家支持這個頻道 近來的新聞都離不開疫情 特首選舉押後了,5月8日舉行 提名期10月8日之後,4月初就會開始 雖然疫情好像平穩了,但仍然相當嚴重 如果說要再押後,必然會影響到7月1日 政府活屆,即是整個工程 今年就是回歸25週年 一國兩制就剛剛走到一半 50年就走到25年 年底中央還召開20大,黨大會 對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說其實都相當重要 整個盤算計劃,雖然疫情內地都很嚴重 但是相信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希望7月1日回歸 就訪港,主持紀念活動 另外當然都很重要,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 整個幾樣東西,對中央今年來說 是有很重大的政治歷史的意義 中央終於忍不住了,出手 全力抗疫,要什麼有什麼,開聲就可以了 很明顯希望香港儘快搞定疫情 當然現在都看到了 香港搞不定,內地都很麻煩,什麼都看到了 但無論如何,中央出手了 所以如果再因為,仍然因為疫情搞不定 需要再押後的選舉,真的可以這麼說 牽連甚講 所以現在看來,我相信5月8日 跑馬仔,現在這樣看,都應該會預計舉行 由於提名期就很快開始了 上個星期,傳媒已經預告 這個星期就有些轟動的發展 說的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都會分別請辭參選 兩個都是過去一段時間 政圈裏面流傳的跑馬仔名單裏面 都有他們的名字,一點都不太意外 過去也有例子,就是現界的高官 2011年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2016年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都分別辭任參選 但如果我們看過去,同一屆政府的第二號、第三號人物 一起砍炮出來選,過去還沒有出現過 假如林鄭又出來選的話,雖然她不需要辭職 但是中央是不是同意呢? 這個一大問號 因為就算中央給你們也有得爭 但是如果政府裏面第一、第二、第三號人物 最高層的官員,一起出來選,都不要計算 他們背後的支持者,所會出現的一些明爭暗鬥 都必然相當難看 雖然當年,唐英年和梁振英爭已經難看了 當時梁振英還是在行會 現在如果是說政府裏面三個高官的話 難以想像會有什麼情況 另外當然,就是對現在的抗疫那場仗 以至於未來幾個月的管治 不要說選舉之前,選舉之後都可能會很麻煩 都相當深遠、廣泛的影響 所以現在這樣看,我就會覺得 三個人同場競爭的可能性 其實我會覺得很低 甚至CS和FS一齊出來都會低 隨便一個,我覺得如果是有差的話 特首戰的一個關鍵當然就是林鄭 她一直都沒有公開表態 甚至或者是一個意向 沒有排除再選,但是當然也沒有暗時會再選 原因其實都很明顯的 一就是她的性格好勝 五年任期,可以這麼說 一敗塗地,自然並不甘心 其實好像打麻將的輸家那種心派 或者落到賭場,所謂有賭未為輸 抗疫當然,頭幾波都還可 但是去到第五波,就所謂一波清袋 現在死亡人數至少是7000人 更加嚴重的就是香港疫情失控 被指下禍及內地 上海現在都封城了,進行檢測守不住 內地網民深圳要封城都已經開始相當的怒怒了 加上香港就是她的,林鄭就說暫時不搞這個全民檢測 真的在網上就被騙到,罵到她,狗血臨頭 過去2019年,林鄭搞了一個反修帝風暴出來 當時還可以歸咎說反中亂港分子、攬炒派、外國勢力等等 搞成這樣 現在這個抗疫,我相信都很難推到她那裡了吧 她主觀願望,我相信仍然是希望她的偶像,習近平 再撐她連任,沒有改什麼口風 自然也不想自己出局,自行退出,跑馬仔 2016年,梁振英自行退出,很明顯是收到中央的一個明示 你不能玩,自己退出 現在,我相信林鄭應該都沒有去到這個階段 但是近來你看到她的身體語言,或者言辭階 又有一點流露出即將離任的味道出來 當然是相當之矛盾 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她昨天在一個記者會裡面 說到說要說到,覺得疫情是否需要一些檢討 檢討委員會的時候呢 其中有段說話引起一些猜測的 猜測就是她在暗示棄選 她當時怎麼說呢?她說 現在的首要就是要抗疫 下屆政府呢,但是下屆的政府 就要進行廣泛的認真的檢討,整個抗疫工作 那些福利部門啊,醫療啊,醫院啊等等 衛生啊等等 就說假如下屆政府 希望她作為現在這個抗疫的主要負責人 給意見呢,她樂意提供 林鄭這番說話,很明顯是將自己和下屆的政府 先畫了一條線出來,先畫清界線 那其實這個說法是符合法理的 因為她任期的確是去到今年的6月30日 她自然不能夠說說7月1日後之後的政府 應該是怎樣的 但是她這樣說呢,也都很自然是引起一些的猜測 我相信她也都會預料的 就會覺得她是,咦,是在放風 就是在吹這些譚風,有些這樣的猜測 所謂說到尾,其實都是因為政圈裏面 甚至傳媒,一部份的傳媒 其實都很明顯對林鄭就越來越反感 那對她那些一言一行都會傾向 就是向她在準備滋難而退的方向去解讀 會出現一些這樣的說法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她那些說話 提早說下一屆,其實她自己沒有上身 沒有承諾什麼東西 反而這個效果就是她將焦點 轉移由這一屆的政府 即是撿回幾個月的政府 轉到下一屆的政府 那有一點似乎是在著眼睛 就是她跟著這幾個魚 著眼睛就是所謂說朝夕了 都不要說說未來了 做好一些功夫先 減輕一些現在的建制政黨 準備著已經是磨刀霍霍的了 有些建制的雖然都上星期的答問大會裏面都就著就著了 但是你特首戰開波的話 特別如果林鄭出來選或者還沒放棄選的話 看來都會追打她的了 追殺她,追殺什麼呢 當然很重要就是抗疫失職 之前都已經有些何君耀這樣說了 說到甚至可能會提出不信任的動議 就算一些敵志遠都說要遺憾 一個遺憾的動議 搞不成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建制立法會政黨裏面 都真的躺平得太久了 有些基本上對她有很多意見 很怒氣的話都會趁著特首戰就發難 所以林鄭其實昨天那番說話 有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說 其實她任內了 未來幾個月就不會搞什麼調查 全面調查 封了一條後門先 那你下屆政府想怎樣想怎樣 那就不關她的事 林鄭相信都已經知衰了 因為內地已經這麼嚴重了 但是老實說明顯 未明顯看到她是開始退 近來一連串的動作 一個星期六天 每天十一點見記者 之前董先生、董建華已經工作狂了 人家形容她是七十一 早上七點開工 十一點收工 林鄭就搞個六一一出來 六一一 有一點點都是盡地一波 就躺身表演的味道 起碼輸小蕩贏 贏了一點點 收拾了一點點 財都不定 行不行 當然是另一回事 所謂特首戰 其實是名不符實的 因為有競爭 都可能不是真正的競爭 中央一旦有了屬意的人選 再安排所謂選舉的過程 這個我相信都是建制中人 或者是有意參選的人 都知道 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中央的心意就難測了 現在這樣看 我相信仍然未拍板 林鄭也都相信 中央未拍板 她更加不會主動退出 一切就等待 等候一下 習主席發落一下 多謝大家收聽 下次再會 拜拜